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本节课是C元的第十九课,if语句 那么if语句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条件判断 那么我们来实力演示一下如何进行一个if语句的使用 if语句的用法呢非常简单,if括号 然后里面加我们的条件 条件,然后这下面最好是一个table键 空出四个空格,然后满足条件要执行的代码 语句,那么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格式 那么如果说你的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格式是这样 我们再复制一下 那么这样 扩号起扩号起来 那么要么就是这两种格式 那么这两种格式有什么区别呢? 两种格式的区别在于什么? 满足条件之后,它所执行的代码 如果说你后面只有一条代码 那么你可以后面不用加这个花扣号 如果说你有多行代码 比如说这有很多行代码 那么你就必须要加这个花扣号 不然的话,比如说你有这样 那么它这些语句就不属于if语句管 那么不管条件满不满足 执行完这个之后,它这些都会被执行 所以这就是if语句,它这个有没有花扣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演示 条件 1小于2 输出一个1吧 随便输出一输出网址吧 我们编译 好,运行它输出了我们的网址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条件 这个条件语句,我们关于真假之类的 我们就在这不说了 那么大家自己上上节课还是有讲 那么自己去复习 那么这它满足条件就输出了 那么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可以不用花扣号 因为我们只有一句 我们来运行 好,同样是输出了一个自学7.3W自学7 那么这也是满足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再有一句 或者说输出3W自学7.com的 那么这给它加个回车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编译,然后运行 这没有,它输出了3W自学7和百度 这个条件满足执行的下面的代码 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换一下代码 一大于零呢,而一小于零呢 这个条件是不满足的很明显 然后我们来编译看 运行 它输出了百度点抗,我们想象中是应该说这两行都要输出的对吧 我们满足条件 不满足条件 它这句没有输出 但是这句应该也是没有输出的 但这就是我们说的 ifg它只管它下面的一行代码 在上面的,如果你也想包含多行代码 就必须要用我们的一个这个 这个花扣号进行一个代码的一个包含整个代码块 那么这样编译之后呢 才会这样 它什么都不输出 因为条件不满足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if语句的一个简单使用 在这之中还可以用前面我们加的逻辑算符 比如说我们的一小于二 这是满足的 然后与二小于三 那么这就是条件满足 两个条件都满足 那么整个条件 整个表达式呢就为真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它就会输出 运行它就输出了 那么如果说其中一个不满足 那么我们看 运行就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们这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首先我们来 嗯就来判断输入输入的是否是字母吧 好我们 定一个 chch 然后scanf 板炮c 然后取缔指符 ch 然后我们就来判断这个ch是不是属于小写字母 好我们判断小写字母的话 我们就要看他ask嘛 指是否是大于a 或者说小于等于z 我们就是需要两个条件 那么两个条件就需要 嗯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嘛 对不对 要大于a 或者说小 大于a 同时也要小于z 那么它才是我们的小写字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ch 大于等于a字符记住字符需要用单引号包含起来 然后我们大于a的话不一定要因为大于a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字符 所以说我们同时要同时满足 所以说两个都要满足 那么我们要用与这个同时我们还要这个小于等于我们的z 因为也要等于z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z如果输入的是z 它也要包含的话z等于z 这个条件才满足 所以我们等于它就包含z 也包含a 所以我们这样的条件下呢 我们就能够保证我们输入的这个ch 它是一个字母 我们就来判断 输出什么呢 这行去掉 我们输出 您输入的字符 百分号c 是小写字母 这后面就要输出我们的ch 好 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判断 编译运行 提示输入 我们输入一个1 什么都没有 那么好 我们再运行输入个a小写的 你看它就是提示你输入的字符a 是小写字母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if语句的作用 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if语句的 那么下节课我们来讲if else语句 比如说我们这要做一个 您输入的不是小写字母 那么怎么做 我们下节课来讲 所以我们下节语句的 我们下节语句的 它们下节语句的 然后我们下节语句移句的 我们下节语句的 我们下节语句的